哦 你们来了 知道为什么约在健身房跑步吗 因为我想要营造我每天很阳光健康的形象 好了 但是不是重点 重点呢 来 我们进房间聊 校称自己是南港刘德华 艺人黄灯辉靠跑通告到主持 终于三年前在台北市制产 为维持好身材 他有空就会来健身房训练 或者是到游泳池健身 而疲劳就会到温泉池来泡澡 我昨天才刚泡完 每天六日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温泉开放 这边温泉水完全是从乌来那边 水车这样载过来的 黄灯辉当时买下的是 已经用木板装潢好的广告户 全装35平 扣掉公社比实际屏数不到23平 每平元50万 房子总价是2000万元 但他直户赚到了 因为这里不仅有挑高 还多送了两个阳台 可思议的就是 我去看的其他的物件都没有阳台 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晒衣服神经病 谁要买这种房子 结果我看到这一间的时候 我出去看到 两边有那个 两边有 主卧房这边有一块 厨房那边有一块 靠着一流的杀价功夫 黄灯辉把装潢屋 从原价55万 砍到每平50万元 但他还是有点不太满意 进来开始住 住了一阵子之后发现 不对啊 这个这边收纳空间这样不对啊 而且那边 这边空间有点浪费 因为住下来就会发现 已经装潢好的 跟理想中还是有差 黄灯辉又再花了15万 重新改造一番 像是为了增加收纳 黄灯辉把楼梯 墙壁和冰箱上方的地方 都加了一些巧思 好在现在房子有增值 每平上看60到70万元 但对质产破想法的黄灯辉 还是建议想买房的民众 可以买靠近离烫金门牌近的郊区 而投资人则是选人多 学校附近和邻近交通建设的地点 才有转手换物的机会 借下运程张佩尔台北不到